今天呢,我要跟大家思想的主题呢,是非常非常适合火水得胜人的急需,基本的需要,最重要的需要,我们目前正在读启示录。 那启示录呢,充满着许多的异象图画,充满着许多的预言和启示,这些都不是启示录的作者,使徒约翰凭空度传,穿着附会,或是幻想做梦, 这些很清楚是,救主耶稣基督从天上亲自向他,用吹号,吹银号的那样的声音呢,让使徒约翰听得清楚,接下来呢,就用文字记录在当年的葡萄纸上啊,羊皮券上啊,就写成了启示录这一点经事之作。 所以启示录呢,告诉了我们天,地,人的未来,演变,世界的局势,人类的命运,历史的终结,在启示录当中呢,都告诉我们了,完结篇,完结篇。 所以,圣经因着有启示录,因着有创世纪,我们就看见,神创造人,神对世人所说的话呢,就在这种特别的启示当中呢,暂时告一个段落。 但是,神是依然说话的神,神不是只说话到启示录,第22章之后就,就,就,就三点几口,不再说话了。 神有没有继续在说话? 有! 有!圣灵的为生,继续在我们的内心说话,神也继续透过启示,预言,异梦,异象,对他的教会说话。 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更多更多,让我们经历到,由上头来的,启示,预言,我们人类对未来学都相当有兴趣。 谈到未来学呢,很多人都在预言,透过科学,在预算或预测。 那,在欧洲,保加利亚呢,有一个盲眼的灵媒,称他叫做女预言家,名字叫做爸爸Venga。 那这个人呢,他一生的预言,有85%命中率,意思是相当的准确。 他在1989年的时候呢,就曾经预言,2001年,一队兄弟被铁鸟攻击,双双倒下,狼群队不许。 不许,他的意思是当初的灌木虫,那天天不许,是那个时候的美国总统。 美国总统不息,不息的意思呢,就是灌木虫。 所以他说,狼群对灌木虫咆哮,无辜的血,洒满大地。 接下来,他又预言,2004年的南亚大海啸。 然后呢,他又预言,美国的第44任总统,是由黑人当选。 但是,也带下了特别的危机。 他又预言,在2016年,欧洲的极端分子,要入侵欧洲,从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 然后,穆斯林的革命战争,就揭开序幕。 然后,到2043年,2043年,然后穆斯林呢,在欧洲建国,整个欧洲变成是穆斯林的国家,而且他们定都在罗马。 好,这个预言呢,是在,好,在这个,哪一年预言,好,求主观朋友们,好好再思想一下。 那这个爸爸冰港呢,他是出生于1911年1月31号,然后死于1996年8月11号,那一生呢,85岁。 他在一次的好风灾当中,失明,失明之后呢,他就得着这样的特异功能。 然后呢,号称是女预言家。 虽然他的预言准确率很高,但是,圣经,全部66卷书,其实都是一本预言的书。 那圣经的预言,请问大家准确率是多少? 百分之百,是百分之百,所以他是经过千锤百链的金金。 今天是9月11号,是什么日子呀? 911。 911号,就是911号的双塔,被铁鸟攻击而化为灰烬的日子。 15周年,有很多人会到那个地方去纪念。 那我们也晓得,上礼拜呢,在G20的高峰会议,在中国的杭州开会。 那欧巴马和我们的习主席呢,夜游西湖,有很多很多的密谈。 那甚至有一些预言家猜想,欧巴马跟蔡英文私下会议,要重有台独,台独。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预言,很多很多的猜想。 那上礼拜五呢,欧盟的地中海,周遭的七个国家,在希腊举行南方的欧盟的高峰会议, 造成其他的德国的很多大国呢,感到非常的不满。 因为他们是从明天开始要举行27国的欧盟高峰会议。 那我们晓得,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战来之前呢, 欧洲不再四分五裂,欧洲要成为一个大一统的联邦。 那的确,整个欧洲到目前为止,还算是一个联邦。 但是因着英国的脱欧呢,让圣经学者又认真去思想,到底欧洲的未来前途如何。 但是不管如何,我们要看未来,一定要回到圣经的真理当中来看。 因为圣经呢,的的确确告诉我们太多太多的预言, 而且圣经的预言呢,没有一个不应验, 剩下要应验的就是耶稣基督,还要从天上再来。 所以全本圣经,旧约就是讲耶稣要来,四福音讲耶稣来要, 从使徒行圣到启示录,讲耶稣基督还要再来。 所以耶稣基督的确还要为你再来,对你旁边讲耶稣要再来。 为什么要再来呢? 就是为你再来,为你再来。 所以耶稣基督看你是何等的重要,他要为你从天上再次来到世上, 要彰显他的公义跟慈爱。 所以我们晓得整个圣经都在讲预言, 那启示录更是充满着奇妙的预言。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思想的,就是从耶稣给老底家教会的违信, 的确是违信,因为只有短短的几句经节, 看末世教会该投资什么。 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三章,很清楚告诉我们, 耶稣非常关心当时土耳其的七间教会。 这七间教会呢,这七间教会呢,按照他的地理位置, 正好是从以弗所开始,讲到世美拿, 讲到别加摩,讲到推亚推拉, 然后讲到撒迪,然后讲到飞拉铁飞, 讲到老底家,正好是一个顺时钟的方向。 第一间是以弗所,最后一间是哪一间教会? 是老底家,所以在顺时钟的历史的方位当中呢, 也向世人启示,这七间教会的信息, 不单单是对当时的七间教会讲, 企业代表全部教会,更象征着, 自从五旬节教会成立之后的整个教会历史, 都涵盖,影射在这七间教会当中,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 以弗所教会就是当时使徒的教会, 那世美拿教会呢,就是被迫害的教会, 别加魔教会呢,就是罗马统治, 统治下的这个教会, 所以接下来呢,讲到飞拉铁飞教会呢, 就整个宣教的教会, 从那个时代呢,整个教会开始派出大量的宣教士, 去世界合理宣教, 那接下来呢,就是老底家教会, 老底家教会就是目前耶稣基督带来之前的末世的教会, 那大家说末世的教会, 所以我们目前的教会光景呢, 其实都是属于老底家教会的光景, 那老底家这三个字的名字就是人民掌权的意思, 是人民要来治理,教会呢, 是由同工会长老执事会呢, 投票表决出他的使命跟方向, 而不是由圣灵上帝亲自来领导跟管理, 变成是一个人治的, 人民掌权的教会, 所以你看看两千年前啊, 主耶稣基督就已经告诉我们, 未来教会的趋势呢, 越来越走向所谓的民主, 所谓的人权, 而没有让圣灵掌权,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就要来看, 面对当时的教会, 也面对所有时代的教会, 更面对末世现今的教会呢,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要如何投资, 要该投资什么, 该购买什么, 上个礼拜苹果的iPhone7举行发布会, 那中国的客户呢, 还是彻夜排队, 要抢个头彩, 那的确, 苹果公司这一年多来, 业绩呢, 下滑, 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果粉, 是非苹果不用不买, 很多新生一开学之前呢, 是全套新的iPhone, iPad, 加上什么, iWatch, 还有加上什么, MacBook, 所以全套的苹果, 而且贫穷的子女呢, 也特别要求他的爸爸说, 我们同学都有, 我也要有, 那爸爸妈妈, 只有为他怎么样, 做牛做马, 那做牛做马, 所以很多人也的确, 对儿女投资教育, 然后投资这些最新的科技设备, 但是我们晓得, 三星呢, 三星的Note7, 如何了, 要召回多少台, 250万台,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电视会如何, 会爆炸, 我们当中有iPhone7的主局手, 我们当中有这个, 已经有了啊, 秀琳, 太棒了啊, 已经有iPhone7了, 所以求求恩待我们, 的的确确, 这个时代的人, 非常注重成功, 非常注重自由, 更强调健康和财富, 很多人非常懂得, 要投资理财, 因为你不理财, 财不理你, 很多人也懂得要投资健康, 因为你现在不养生, 将来就养医生, 但是, 中国人现在, 很多人懂得买名牌, 在美国的海外, 华人, 很多人做代购, 代购什么呢, 都是代购Coach, 代购LV, 那些包包多少钱啊, 你们晓得吗, 多少钱, 几千块, 用则三千五千, 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都非常了解, 除了和师母之外, 大家都了解, 所以呢, 末世的教会到底该投资什么, 该购买什么, 购买黄金白银吗, 购买股票期货吗, 购买房产豪杰吗, 到底购买什么呢,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最有智慧的, 最上算的购买, 是买什么, 他叫做, 第一个, 开买火链的金子, 第二个呢, 洁白的衣服, 第三个呢, 一眼的衣服, 第二包, 请问这三个, 你买了哪一个, 你买哪一个, 还都没买, 你有在计划当中要买吗, 那你如何采买呢, 耶稣基督苦口婆心, 再三叮咛, 老底家教会啊, 老底家教会啊, 你们是非常富足的, 有钱的, 发了财的教会, 你们也是非常健康的, 成功的教会, 你们教会的长老执事, 监事理事, 各个都, 都穿名牌, 各个都一贯楚楚, 各个都光鲜亮丽, 可是你们教会的人啊, 其实在我的眼光当中, 你们都是赤身露体力, 都没穿衣服, 在我的眼光当中, 你们虽然富足, 其实你们是贫穷的, 是可怜的, 在我的眼光当中, 你们的眼睛虽然, 怎么样, 眼睛不舒服的时候, 你们会去买老底家, 最有名的眼药膏, 但是呢, 你的肉皮的眼睛虽然明亮, 你的心灵的眼睛呢, 却是瞎的, 却人人得到白内障, 耶稣基督, 哎呀, 老底家教会, 虽然老底家教会, 非常的世俗化, 虽然老底家教会, 跟从的是世界的潮流, 注重成功, 注重舒服, 注重享受, 注重健康, 但是, 圣灵却有话, 对老底家教会说, 耶稣说, 这是因为我爱你们, 虽然你们堕落, 虽然你们软弱, 虽然你们失败, 但是我爱你们, 希望你们能够靠我得胜, 靠我突破, 希望你们真正能够取得, 在神国里面, 真正的, 永远的, 完全的付出, 弟兄弟们, 耶稣基督, 就给老底家教会, 三贴要放, 告诉我们, 你要好好理财, 你要好好投资, 所以耶稣基督用的字眼呢, 竟然用买, 哎呀, 你说和牧师啊, 上帝不是很清楚讲说, 救赎的恩典, 福音的恩典, 都是白白得来吗, 我们只要信, 不用花钱, 也不用十一块钱, 我们叫因信成义, 因信德, 就是为什么要买呢, 但是大家认真看了, 来, 我们来翻开启示录第三章, 耶稣基督的确用了这个字, 叫做买, 买的意思是什么, 你要如何, 要付出, 花钱, 你要付代价, 付代价, 你要付代价, 而且这个代价呢, 可不是便宜的九毛九, 这个代价是什么, 是非常昂贵的, 这个代价甚至呢, 你要舍掉你自己的性命, 这个代价呢, 你要流汗, 流血, 流泪, 要舍命的代价, 这叫做买, 如同耶稣基督把我们买去, 是用什么买的, 耶稣用他的生命, 用他的宝血, 把我们买去, 同样的, 我们今天也要跟耶稣说, 耶稣啊, 我愿意跟你买, 买什么, 不是买黄金白银, 不是买股票房产, 你跟耶稣买什么, 你要买, 锁链的金子, 我们先来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恳求你, 透过你对老几家教会所发的信息, 今天也发在活水德上教会,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让我们听得清楚, 看得明白, 让我们晓得整个世界的确处于漠视, 主啊, 很多灵媒, 很多预言家, 尚且能够相当准确的应验, 他们都能够知道未来, 主啊, 何况这位创天造地的主耶和华上帝, 他不知道未来吗, 他不但知道人类的未来, 他更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未来, 但是主上帝啊, 你何能渴望我们的未来有荣耀, 有自由, 有丰富, 有喜乐, 你也知道天地都要过去, 世界上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都要过去, 主啊, 只有你的话语永远长存, 主啊, 实在求你帮助火水流伤教会的人, 懂得不要跟随世界的潮流, 让我们能够回转, 能够选择跟随圣灵的潮流, 主啊, 求你帮助我们, 如是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宝贝圣明, 阿们,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 我们该买火烈的金子, 来看, 先看启示录第三章, 耶稣写的微信哦, 我们现在每天都在, 写微信, 看微信, 当你看到很多很多人, 发给你跟福音, 跟救恩, 跟教会有关的微信,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我发现呢, 我们当中有些人, 我一秒钟前发出去, 他马上就, 阿们, 哈利路亚, 那请问他有没有看, 他看了没看, 阿们, 他就路亚了, 我们的目的是, 希望你怎么样, 希望你去看, 结果呢, 你没看就点赞, 没看就点阿们, 所以啊, 我们每一个人呢, 很会阿们, 阿们啊, 大家看看启示录, 耶稣如何做自我介绍, 耶稣自我介绍的时候, 说他的名字叫什么, 他说我的名字就是阿们, 我的一生从马朝到十字架, 我都是阿们, 阿们, 阿们, 那个意思就是, 我的心是实实在在, 我的口是实实在在, 我的什么起心动念, 我的言语作为都是实实在在, 非常什么诚实的, 非常正直的, 不是敷衍了事, 不是马马虎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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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 我是真真实实的, 所以写入第三章第十四节, 我们来看, 三章十四节, 耶稣说, 耶稣说, 他对老约翰讲说,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 说, 那为阿们的, 耶稣说他是阿们, 为诚信真实见证的, 这个诚信真实见证, 有些地方翻译成, 忠信, 忠心信实的, 真实见证的, 在上帝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呢, 所以耶稣一路是万物的主宰, 是万物的元帅, 是万物的启头, 耶稣怎么说, 他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 所以你今天的所作所为, 你知, 我不知, 天知, 地知, 上帝呢, 更知道你的所作所为, 你的心思意念, 上帝都见察, 都了解, 所以耶稣说什么, 我知道你的行为, 你也不冷, 也不热, 我帮得你, 或冷或热, 你进入温水, 也不冷, 也不热, 所以我必, 一个, 一个, 温水的, 状态的, 基督信徒们, 耶稣说什么, 我必从我口中把你, 如何? 吐出去, 吐出去, 这是耶稣讲的话, 你要记清楚哦, 接下来呢, 第十七节, 耶稣说, 老李家教会啊, 你们教会的代表, 你们教会的长老执事, 理事监事们, 都说, 我是富足的, 我已经发了财, 一无所缺, 样样都富足, 可是呢, 你却不知道, 你是什么, 你是那困苦可怜, 你是那贫穷瞎眼自身的, 你以为你富足, 其实你是贫穷的, 你以为你是眼睛明亮的, 其实你是家人的, 你以为你是, 是, 这个, 一贯除主的, 其实你是什么, 是赤身露体的, 所以上帝怎么样, 上帝不勉强我们了, 上帝没有命令我们, 十八节说什么, 我劝你, 那上帝何等尊重, 你的自由选择权啊, 就大家自己, 好好选择, 我劝你向我, 我劝你向我, 什么, 买, 买, 耶稣用的动词是, 买, 买什么呢, 买火炼的金子, 买金子, 可以叫我们富足, 这个金子不是讲到, 九九九九楼, 黄金金条金块, 金戒指, 金项链, 这个金子是指什么呢, 待会我们要讲, 所以, 又劝你向我买白衣, 就是洁白的衣服, 而且买了之后要什么, 要穿上, 叫你自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 使你能看见, 耶稣说, 因为我疼你, 爱你, 所以我才责备你, 要求你, 管教你, 耶稣说, 你要发热心, 要悔改, 接下来, 要什么, 来二十节, 二十节, 接下来耶稣说什么, 他说看啊, 我站在门外, 扣门, 耶稣说, 我站在门外扣门, 这门外是教会的门外扣门的, 教会是耶稣的家, 可是耶稣却在教会外开门, 在教会外面扣门, 希望大家给他开门, 耶稣说什么, 如果你开门, 让我进去的话呢, 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作息, 得胜的, 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作, 就如我得了胜, 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作一般, 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 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 所以这段违信啊, 是两千年前, 怎么样, 耶稣耶稣发给他所最爱的门徒约翰, 约翰呢就把违信怎么样, 就传到世界各地万国万民, 我们今天中国人呢, 也可以来看, 这是耶稣基督写的最重要最重要的违信, 告诉我们要有三个买, 来回到大纲, 第一个买什么, 大家说买火链的金子, 什么是火链的金子呢, 就是信心, 信心的对象不是自己, 信心的对象不是世界, 信心的对象不是一个哲学, 一个理念, 信心的对象呢, 乃是这位创造你, 这位救赎你的救主耶稣基督, 那这种对上帝, 对耶稣基督的信靠跟依赖呢, 不是单单指于思想跟意念, 要变成信心跟行动, 那如果要变成你一个信心的能力, 信心的生命的时候呢, 你就必须要更多更多的经历, 那这些经历呢, 都是有很多的挫折跟磨练, 给塑造, 给成就出来的, 因为上帝拥有一切, 所以当你在信心, 信上帝的这一脚, 这个方面富足的话呢, 你今天就是什么, 你就拥有一切了, 因为你是神的后裔, 神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所以这种富足呢, 是比你在地上所拥有一些古董字画, 所拥有一些金银珠宝, 好的太多太多了, 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看见的, 你有这样一个信心吗, 所以信心呢, 要经过什么, 千锤百列, 所以比刘前书一章七节很清楚, 来我们看比刘前书一章七节, 很清楚告诉我们, 所以解释圣经一定要经解经, 不能够自我猜想, 所以比刘前书一章七节说什么, 他说叫你们的信心, 既被试验, 信心一定要经过试验的, 一个九九九九的纯金呢, 是经过千百次的试验火烧, 才能够除去杂质, 才能够绽放光亮, 所以你们的信心, 既被试验, 比那被火试验, 能然能坏的金子, 我们所谓真金不怕火, 那圣经真理告诉我们怎么样, 物质的真正金子还是怕火的, 还是会坏的, 但是这种属灵的金子呢, 这种宝贵的信心呢, 是不怕火的, 而且越清火的熬炼呢, 它就更显出它的光亮跟宝贵, 而且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呢, 你这样的信心, 要得到奖赏, 称赞, 要得到荣耀跟尊贵, 所以求主帮给我们晓得, 什么是火炼的金子呢, 大家说就是信心, 这是信心, 约伯啊, 老约伯, 约伯是叫我英文叫JOB, 什么意思呢, 就是工作, 约伯的一生非常勤奋努力工作, 敬拜赞美秦宇卢, 而且他替他的孩子都在奉献, 那这样一个人呢, 竟然遭受到非常惨痛无情, 像列国一般的怎么样, 试验, 约伯他说什么, 他试验我之后, 我必如什么, 我必如金晶, 我的生命, 我的信心, 我的意志, 像金晶一样, 非常宝贵, 见而不吹, 哈利路亚, 所以这是, 我们要有信心, 人非有信, 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上帝面前来,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 赏赏那, 寻求他的人, 所以求主帮给我们, 能够有信心, 而且这个信心呢, 是经过烈火的焚烧熬炼, 最后呢, 这个信心是精纯的, 这个信心是没有杂质的, 这个信心是发光闪亮的, 第二个, 什么叫做金子呢, 什么叫做火炼的金子呢, 就是神的话, 神的话就是火炼的金子, 全本圣经66点书, 都是神的话, 神的话, 一字一句一点一话, 都不能废去, 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 你从预言的角度来看, 就知道了, 神的预言呢, 完全准确, 绝对准确, 百分之百准确, 不会有一合一言, 不应验的, 为什么, 因为他是火炼的金子, 我们看诗篇的119篇, 诗篇119篇就告诉我们, 神的话语就是金子, 所以今天, 你要跟耶稣满着神的话语, 要把神的话语怎么样, 咒业思想消化吸收, 让神的话语成为你的能量, 成为你的磁场, 成为你的生命, 成为你的光量, 所以诗篇的119篇72节, 大家看, 119篇是全本圣经最长最长的, 诗篇119篇, 我们先看72节, 来, 大家念, 你口中的训言, 或说律法, 与我有益, 神的话语, 都是对你有益处的, 有帮助的, 有照顾安慰, 劝劝的, 神的话语, 宝贵, 它的价值, 胜过什么, 胜过千万的金银, 今天你打工挣钱, 一天一百两百三百, 说真的, 这些钱呢, 会生锈, 会贬值, 会腐坏, 会被偷去, 涨了翅膀就飞掉了, 就不见了, 大伙一来的话呢, 这些紫币全部什么, 变成灰烬, 即使大伙没有烧掉, 有一天美金要变成废纸, 人币要变成废纸一张, 你去看历史, 你就晓得, 旧台币换钱, 换新台币的时候, 多少钱换一块钱, 大家晓得吗, 四万旧台币, 换一块钱新台币, 好, 我们再看, 一百十九篇的, 一百二十七节, 一百二十七节, 这里, 这里说什么, 他说, 所以, 我爱你的命令, 胜于金子, 更胜于金金, 所以神的话语呢, 是胜于金子, 而且胜于千锤百炼, 火烧的金子啊, 哈利路亚, 你知道神的话语有多宝贝吗, 神的话语不但要照亮你的前途, 而且要照亮你的灵魂, 照亮你的心, 心房, 可是我们愿意每天早上, 花时间付代价, 来买神的话语, 来思想神的话语吗, 你每天早上都要去, 买咖啡, 去这个什么, 买东南, 可是你有没有一颗心说, 上帝啊, no Bible, no breakfast, 多少基督徒, 他一个心字是什么, 我在吃早餐之前, 一定先读什么, 先读圣经, 没有读圣经, 我吃早餐, 这样的心字是蒙神说喜悦的, 这样的心字叫做什么, 叫做投资在神的话语团中, 这样的心字是蒙神, 神买什么, 是买火烧的金子, 弟兄姐妹们,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一生呢, 都在为真理做见证, 他的一生都在见证上帝, 荣耀上帝, 使徒的启示录呢, 是写给当时正在遭遇, 逼迫, 正在遭遇苦难的教会, 当时的罗马帝国, 是推行帝王崇拜, 那个意思就是说, 你要尊重要崇拜, 我罗马皇帝是谁, 是神, 耶稣不是神, 我才是神, 谁如果拜耶稣, 谁就该砍头, 那个时候还不是一刀砍头, 那么的爽快, 那个时候呢, 如果谁说耶稣是神, 而拜耶稣, 而不拜罗马皇帝的话呢, 那个时候的基督徒, 乃是被浇上汽油, 然后放火, 把整个身体呢, 就燃烧了, 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呢, 如果说他是信耶稣, 拜上帝, 他就被丢到狮子坑, 然后就被狮子四分五裂了, 可是我们看教会历史, 多则基督徒, 当他在被火燃烧的时候, 他是高声大喊说, 感谢上帝, 让我成为照亮黑暗世界的蜡烛物, 他心甘情愿, 誓死如归, 弟兄姐妹们, 文革期间, 好多好多的中国教会受到破坏, 但是有好多人临死不屈啊, 慷慨复义啊, 他们就坚称了吗, 我拜耶稣, 我信耶稣, 我就是不拜毛泽东, 弟兄姐妹们, 所以, 耶稣基督对老底家教会讲什么, 你们在教会受迫害的时候, 你们在生死关头的时候, 我希望你或冷或热, 我不希望你磨灵两可, 采取中心中间路线, 黑白要分清楚, 是非要拿得准, 不能够说, 哎呀, 我呢, 是温情主义入线, 耶稣面对撒旦的诱惑, 耶稣说什么, 当败主你的神, 当要侍奉他, 所以, 面对迫害, 即使有生命危险, 我们都要向但以利三个朋友, 也要向但以利本人一样的, 怎么样, 即或不然, 我依然侍奉进卖我的真正当地, 这叫做真理, 这叫做信仰, 这个叫做什么, 这叫做信心, 神, 他对人的爱, 亚哥书第八章六节七节形容说什么, 形容耶和华的烈焰呢, 他对我们的爱情, 像什么, 熊熊烈烈的火焰一样的, 大水不能熄灭, 重水不能淹没, 他对我们的爱情是什么, 是光辉烈烈的, 那我们对他的爱呢, 应该如何, 不是冷漠无情的, 应该如何, 应该要熊熊的燃烧起来, 什么叫做火, 火是一定会怎么样, 一定会动的, 火是一定会有反应的, 心心之火可以燎原, 所以保罗跟提摩特讲说什么, 我希望你能够整个生命, 整个恩赐, 如同火一样的被眺望起来, 当我们对神的爱, 也能够像火一样的燃烧起来的时候呢, 神就可以享受我们对他的爱, 我们一直享受神对我们的爱, 可是神也要享受我们对他的爱, 是一种火热的爱, 所以耶稣说什么, 我发布到你什么, 或冷或热, 不希望你是温暖的, 让我觉得恶心想要吐, 因为你太会保护自己, 你太会独善其身, 你太会委屈求全, 你太会什么, 你太会自满自足的, 你根本不懂得什么叫黑白是非, 真假善恶, 所以不可以光临两可, 我希望你或热或冷, 但神希望我们怎样, 神希望我们火热火热, 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说什么, 殷勤不可难过, 要心里火热, 多久服侍主一次啊, 不是一个礼拜一次, 不是一个月一次哦, 但是常常服侍主, 常常服侍主, 自动的主动的, 看到教会哪里有需要, 你就堵住教会的破口, 好好来参与服侍, 让整个教会能够雄穷的烈活, 能够让教会的主耶稣看到, 得着满足, 耶稣华的热心, 要成就这世哈利路亚, 求求求 assessed, 要付代价买火热的金子, 买火热的金子, 第二个, 我们来看, 我们要付代价买什么呢? 买洁白的衣服, 洁白的衣服, 那老底嘉教会, 他是坐落在当时罗马帝国, 一个非常富有的城市, 叫做老李嘉 这个城市呢 有三条河在它附近 所以它成为贸易的 商业的金融的中心 有点像我们普拉紫一样的 然后多族裔 多语言 多文化 这个城市呢 这个城市呢 它 非常的富足 这个城市呢 不管是教委内跟教委外 的确有很多发财的有钱人呢 身上所穿的都是名牌 包包是名牌 然后他们的走路啊 房子都是装潢的 非常的高级 奢侈 但是呢 这个城市 只要越富有的城市 请问穷人多不多 请问流浪汉多不多 流浪汉跟乞丐都涌进哪里 都涌进这些大都市当中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说 只要有一百个人当中 就一两个人向他们施舍 他们就会怎么样 就会一天得着温饱 但是这些乞丐呢 常常是没施没穿 常常是四身露体 可是耶稣劝说 你们这些老底家教会的同工们啊 你们的确一贯非常体面 从头到脚 哇 真的是看起来 哇 真的是气派 看起来真的是名晦啊 为什么呢 因为老底家教会 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们 很多的统工会员们都穿什么 都穿老底家生产出来的名牌的羊毛大衣 而且是黑色的 如同雕皮大衣一样 哇 那皮扫穿起来 整个身份呢 整个地位呢 就无形当中 哇 被人尊重 走起来都有风一样的 所以好多同工都穿什么 都穿老底家牌的 这个 这个 有 有这黑色羊毛的 领子的 外套或大衣 或是羊毛 羊毛T恤等等 所以 耶稣就看到 这些穿着 很体面的 通工会员们 说什么 他说 你们啊 是赤身露体的 你们啊 要向我买洁白的衣服 什么叫洁白的衣服 衣服是穿在外面 可以看见的 洁白的衣服 他意思就是 没有颠覆 没有瑕疵 然后非常整齐 然后非常 这个洁净 没有变形 没有扭曲 没有皱纹 洁白的衣服 又比较相对 当时流行的是穿黑色的 黑色代表 代表稳重 代表高贵 所以代表 跟黑色相对 跟世俗 什么相对的 一个洁白的衣服 耶稣说 你们要 多么买洁白的衣服 那什么是洁白的衣服呢 已经解经的结果 大家来看 启示录的第十九章 很清楚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洁白的衣服 洁白的衣服 就像刚才 我们的主席说 讲的什么呀 我们是光明的子女 我们要结出光明的果子 所以 启示录十九章 这里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洁白的衣服 你买了吗 你每天在穿衣服的时候 然后是想说 你有没有穿洁白的衣服 启示录十九章 十九章的第八节 就蒙恩德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这系麻衣就是什么 圣徒所行的义 弟兄姐妹们 我们今天的摩恩德 就是因信称义 白白的恩典 白白的救赎 但是 光因信称义还不够的 我们必须要在这样一个 生命的得救的根基当中 继续用行义 来建造我们生命的工程 我们不要单单听道而不行道 我们不要单单 做而言而没有起而行 我们要知行合一 我们要表理一致 我们需要透过行义 透过帮助有需要的人 让他们看见 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 像耶稣一样有爱 像耶稣一样 常常口中是流出奶 蜜 流出恩言 照旧安慰 劝勉 像耶稣一样 面对那些有罪的人呢 是为他们祷告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像耶稣一样 面对那些 在安息日当中 没有办法享受安息 而被魔鬼捆绑 而被病重挟罪人 怎样 要像耶稣一样 勇敢的挑战传统 挑战世俗 要在安息日 吩咐这些病人 怎么样 病要得着医治 病要得着医治 魔鬼要立刻出去 因为耶稣一样 他希望我们得着安息 人是被第六天被创造的 那创造人之后呢 就进入了安息日 神称安息日为 赐福日为圣日 所以人被造呢 是要进入安息的 可是世人从小到大 有安息吗 你有安息吗 你的爸妈有安息吗 你的儿女会有安息吗 你来到美国的目的 就是希望你的儿女有安息 可是呢 你所创造的结果是 儿女呢 一代比一代 根本没有安息 因为如同马云说一句话 马云说 当年他一个月领人民币九十块钱的时候呢 他活得好开心好快乐 现在他怎么样 非常非常非常不快乐 弟兄姐妹们 世人没有安息 耶稣希望透过我们的爱 我们要行出安息 要让世人得着爱 得着医治 得着色罪 得着安息 这叫做行义 而且这个义呢 是公开的 众人皆知的 虽然 耶稣讲说 右手所做的 不要让左手知道 但是呢 我们还是 要平衡圣经的真理是 耶稣说 人点灯 灯台放在哪里 不是放在头底下 要放在灯台上 要照亮一家人 还要照亮四周围的人 那黑暗的世界当中 知道说 有光出现 而且这个光是兴起发光 这个光要变成大光 所以面对 美国 十月八号的选举啊 我们晓得 在基督教的圈子当中呢 有很多很多 川普的粉丝啊 川普的粉丝 我刚才讲到 那个保加利亚的灵媒呢 那个 爸爸文卡呢 他呢 说 美国 第四十四任总统 是黑人 但是他又说了一句 他说 这位黑人总统呢 是美国最后一任总统 那他的预言 针对这一点 会不会一夜 我们今年就会怎么样 就会 就会 知道答案了 但是呢 有很多基督教的圈子里面 不管福音派 还是灵人派呢 都有很多很多的川粉 川普的粉丝呢 在替川普竞选拉票 透过微信 透过招牌 透过各样的方法 捐款 出钱 要替川普拉票 似乎是 美国的希望 跟世人的盼望 是在川普 但是 我们要晓得 整个人的盼望 是在谁 是在耶稣基督 那为什么这些基督徒 会大大的支持川普呢 因为 不单单是选川普当总统 等于选了 保守派的大法官 因为Hillary 这些自由派的人呢 他们是堕胎的 他们是同性恋的 他们是支持 这个穆斯林 这些难民呢 进入美国本土的 那到底什么是真理呢 在接受难民 跟分别为胜的 这个板块当中 要如何来衡量 跟如何来平均呢 求主给我们智慧 支持川普的人呢 甚至把Hillary呢 翻译成什么 翻译成希特勒 像希特勒一样用吗 希特利 希特利 所以实在也是 求主要给我们智慧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一方面呢 我们需要 怎么样 需要彰显真理 因为耶稣基督 就是活出真理 为真理做见证 所以基督徒呢 在今天大学当中 我们不能够什么 不能够 做力观看 基督徒应该要如何啊 应该要 远远去投票 而且要选 选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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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维护圣经价值观的 选 选何神心意的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这也是行意的一种自然该有的表现 第二个 什么叫做洁白的衣服呢 就是你所行的真善美 所有的好事善事 意识呢 都是在圣洁的 无私的动机当中 你是守洁心轻 不悔诈 心理正直 然后完完全 完完全全不是为了要炫富 为了要夸耀 为了要拉倒 结派 为了要积功德 为了要交换利益 你所行的一切善事呢 基本上 这是你的本分跟责任 因为你是上帝的形象和样式 上帝是真是善事美 所以你就应该要怎么样 天天行真善美 以前我们台湾追行 日行一善 什么叫做一善呢 一善 不是说你要捐多少钱 一善是一个微笑 一个关怀 一个拥抱 一个握手 都是善事 捡一张垃圾也是善事 什么拉着的人 过人行道 都是善事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成为一个基督徒呢 我们要像耶稣一样的 到处行善事 甚至为人洗脚都心甘情愿 因为我们要流露出 上帝的圣洁和形象 我们要反射出 上帝的真善美来 所以求主观众 我们晓得 这叫做白衣 像圣洁一样的 非常怎么样 好 非常的 纯净 非常的洁白 女人一辈子 最大的盼望 是什么 结婚那天穿什么衣服 不管中国人外国人都穿什么 新娘的白纱衣服 为什么不穿红色的 中国人 应该要穿什么 大红的衣服才对呀 可是为什么中国人 每一个人当新娘的时候穿什么 穿白纱衣服 而且感到好开心 好荣耀 好喜乐 为什么 神已经透过圣经 透过真理告诉你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要成为基督的心腹 我们就必须要跟耶稣买白衣 因为新娘礼服 就象征一个女人 意思当中 从那天开始 怎么样 你要隐藏自己的性 你要完全成为你丈夫的贤内助 要好好的求上帝和你智慧 建立家世 让家成为基督化的家庭 让家能够享受神的爱 让家能够真正 像三一真神一样的 那么的合日为一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晓得 这叫做白衣 七间教会当中呢 撒迪教会 撒迪教会 上帝称他说 你们 你们有几个人 是穿白衣的 那这几个人是谁呢 撒迪教会 就是预表教会历史当中的 改革教会时期 就是指 马丁路德 加尔文 慈玉米 这一般改革家 所以这些人呢 因为他们恢复了五个维独 维独圣经 维独耶稣等等 然后呢 就是他穿白衣 所以这些人呢 是与神同行的 这些人呢 是得着奖赏的 大家看起诉哦 起诉的第三章 第三章第四节说 然而在撒迪 你还有几名士 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 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 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 凡得胜的 你这样穿白衣 我也必顾从生命策上 捉摸他的名 且要在我父面前 和我父重视者面前 认他的名 所以一个穿白衣的人呢 他有永恒的坤数 他有完全的价值 他是被神所 什么 所认定的 被神所接纳的 被神所称赞跟奖赏的 圣经说 人啊 在信耶稣之前 即使你有很多很多的善良 即使你做了很多很多的好事 圣经说 人所行的衣 都如同污秽破旧的衣服 所以你需要先穿内衣 内衣就是 你认罪悔改 然后呢 接受耶稣保险的洗净赦免救赎 然后呢 神就给你穿内衣了 可是内衣还不够 还需要穿什么 还需要穿外衣 什么叫做内衣啊 大家晓得教会是阴性的名词 就是女性的 那女人的身体呢 当她成熟的时候呢 两鲁是平衡发展的 两鲁代表什么 两鲁代表一个心 一个爱 所以信心要有行为 信心要有爱心 这是 实践的总纲 命令的总规就是爱 有一个大学 她的女生宿舍呢 突然着火了 那正巧着火的时间呢 正好是女生宿舍 好多好多的女生 都在浴室里面洗澡 大火焚烧蔓延的非常快 所以正在洗澡的女生 看见火烧过来了 那分分都怎么样 分分都快快的跑到马路上 那女生的本能感应呢 哇 有些人双手遮住 失处 有些人一只手遮住 双手一只手遮住 失处 造成者的频道